1,就是这边有很多,然后你清单部分,所以待会请你针对清单,请你不要做错 下面这个就是上面,下面这个范围 就是它上面这个的名称 所以你选取A2到那个B3,它会出现性别,那表示正确 就是这个范围呢,就叫性别 这个范围就叫年龄,然后以此类推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选取这个范围,其实发现这个名称不对 或者是说选取的时候呢,它这边没有显示任何的名称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那怎么办 你可以再到那个公式,这上面有个公式,名称管理员 公式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比如说哪一个呢 假设职业,职业也许选错了,比如说职业应该是正确的 应该是选下面这个,就我选到上面这个好了,假设 如果是错误的话,你会发现,选取那个职业这个范围之后 诶,奇怪了,这边怎么还是J2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哦,你这个范围是选错的哦 所以,那我们来看一下 职业选到哪里,职业选到这里,啊不对 不是这个,那怎么办 几个方法,要不就是你把它删除,重建 要不就是修改它就可以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名称管理员 记得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我是建议啦,只要你要查询资料的话 建议干脆用名称来代替 其中的职业,看一下有没有职业 职业部分的话呢,你会发现它参照的位置 所以你游标放下面,它会有一个 那个什么呢,让你知道说,你这个 这个职业指的是这个范围 那不对怎么办,没关系 你就是直接怎么样,游标放在下面的范围 按Delete的键 然后呢,再去选正确的 选完之后按打勾,前面有个打勾键 所以你就把这个打勾键打勾就可以了 也就是底下这些范围 你都要分别把它改成对应的正确的范围 就这个叫月收入,所以这边要叫月收入 也就是这个范围选完之后 所以做动作就是不外乎这些 然后呢,游标再到这个上面输入月收入三个字 那我刚刚比较快的方法是直接拿这个上面的名称贴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一个两个三个,总共应该有14个栏位 所以应该要做14次啦 虽然你多做几次慢慢熟就好了 不要做错就OK了 那多久买一次杂志,这边也显示出来 OK 那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问卷调查的一个题目 然后最后会有一些选项,让使用者去选取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我们这边名称都OK之后 接下来的话呢,一直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什么,购买时考量因素,选取 这个也会显示出来 好,那没有问题的话呢 接下来就把游标切回到 问卷调查,刮胡二 这个里面是空的 那我刚讲过,你可以插入函数 假如用早上讲过的是Virial函数 然后要LugarValue你要插什么 那插的话基本上 因为我把它分成两个工作表 所以记得LugarValue一定要去哪里呢 前面这个问卷调查里面的 一样的B2的地方去查询 查什么呢? 所以我第一步,先点这边 B2 这个前面那个叫A1 那A1呢 在性别的那个 那个清单那个表格里面 所以F3 记得你游标就放在那个Table Array上面 按F3 它会跳出这个名称出来 那名称其中的话呢 有一个叫做性别 所以把性别选取 按确定 这个时候就OK了 其实这个方法跟早上那个一样 早上是用选的 这边是用F3 结果会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好处是你看得懂 那个选完之后你会看不懂 到底选的范围是什么 所以理论上 应该 我们工作里面常用的 还用名称 再来的话呢 Color哪一栏 第二栏 比对方是0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性别就OK了 向下填满 没问题 按年龄怎么做呢? 其实也是插入 那个V栏数 那一样切到前面的问卷调查 年龄这边 然后呢 这边 Table Array F3 找到年龄 年龄部分看一下 有没有0 有 OK 那地起栏一样是第二栏 然后后面的话是0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其实有些地方 这个跟这个 这两个好像 公司里面 有一些地方是雷同的 一样的 有一些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 哪里不一样 性别 有没有 他这边是什么 是去前面抓问卷调查 这个 的B2 那他这个会是B 性别 有没有 后面2跟0都一样 那下一个的话呢 他变成说呢 他过来的话 刚刚前面是B2 这边呢 去查B3 再来应该是B4 再来是B C D嘛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关系是 只要是下一个 他的蓝数会增加 蓝数会增加 有没有 那其实 在以上里面 反正你向右填满 反正B也会变C C也会变 所以其实这边应该是 假设 如果你 要让他自动产生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你如果向右填满的话 他理问上这边 自动也会变C 那只是说 我现在只要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什么呢 如果每一次向右填满 如果我今天要能够 产生下一 下一蓝里面的资料的话 其实只要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把性别 向右拉的时候呢 自动变成年龄 自动变成教育程度 自动变成职业 而且你会有没有发现 这个名称 刚好跟什么一样呢 上面这边的名称一样 有没有 性别年龄 教育程度 那所以我们可以有一招 不如干脆怎么样 直接去抓上面的名称 放在这边就好了 好啊 那这样的话 不是问题喔 很快解决了吗 但是呢 是不是如我们所愿 应该可以看懂吧 性别 有没有 当然如果说你不会 我刚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方法 变成你就是要一直往下 这边就是年龄 那这边的话 你就再插入 教育程度的话 那就是一样 再切到调查里面的教育程度 那里面的话 F3 一样就是再去找教育程度 那一样的话 就是这边输入2 下一个的话是0 当然这个做法就是变成说 也可以 只是说你要做14次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做一次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如何把这边的名称 用上面的栏位名称代替 然后呢 它可以随着什么 随着你向右拉 它就自动变一个 变一个 变一个栏位名称 那这样不就 底下的东西可以全部完成了吗 所以如果以这个推论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性别 这个字 delete掉 然后呢 跟他讲说 我的资料在上面 B1 B1过来 另外有一点就是说 我现在向右填满的时候 它要变更蓝 但是向下不要变更 因为永远都指向第一列 所以你记得 选B1的时候呢 把E的部分 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就E的前面加 为什么 因为向下不要变 但是B的前面要不要加呢 B的前面不要加 因为你如果加的话 那会变成什么 它向右拉 它不会变下一栏的栏位名称 OK 所以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有个问题 什么呢 它出现一个什么 锦N A 这个锦的话 在Excel里面就是 找不到 就是错误讯息的意思 那N的话就是Nuts Nuts A的话就是Available 意思就是说 我找不到你要的东西 OK 那原因出在哪里呢 其实主要原因是出在 就是说 我们这个公式里面 这个B1 上面那个名称 那实际上 如果说你将来 只是指向某一个 储存格的资料过来的话 那它没有办法符合什么 Table Array 这个序 Table Array一定是要个范围 所以如果说你要抓的话 是要把那个 整个那个 对照的那个名称的整个范围 抓过来的话 你必须要在什么 名称的外面这边 加一个叫一个函数叫Indirect 它才有办法 帮你把那个范围的所有资料 抓到Table Array里面 所以Table Array 这边的话就加上什么 在这个地方 前面加一个Indirect 所以 Indirect 要不就是你在 这个前面 插入函数 这边也可以插入函数 要不就是我的习惯是 直接干脆这边打那个 函数的名称 叫 I-N-D-I-R-E-C-T Indirect 然后前刮壶 前刮壶之后的话 再把那个B1 这个储存格的范围 后面再加一个后刮壶 OK 这样的意思是说 请你去帮我抓取什么 抓取那个范围的资料 那个名称范围的资料 这样的话呢 刚好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放那个 我们什么 我们直接去抓那个资料过来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把它按确定 基本上 假如你刚刚定义名称没错的话 你现在向右向下应该就OK了 我们来试一试给我看一下 按确定 然后呢再来 这边底下的资料 我刚才先把它删掉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做完了 向右 向右拉看看 那基本上呢 它会变动 你会发现 后面的东西呢 全部都OK了 那向下要不OK呢 再向下 当然你可以快点两下算了 直接快点两下 OK 那你会发现 这样的好处就是 它底下其他的 这个蓝全部也都搞定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 就是用INDRATER就可以完成了 V软元素加上那个 就是INDRATER去抓上面的名称 自动把你那个范围捞过来 意思就是说INDRATER是把那个范围捞过来 OK 那其他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很快你会发现 全部的东西你只要只做一次 就搞定了 也不用写程式 这个方法的话呢 好处是你在不写程式的前提下 可以适度的加快你的这个效率 只是难度比较高 就是这个函数可能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没用过 所以会稍微比较难一些些 如果你不用INDRATER的话 它没有办法帮你把名称整个抓过来 你还是要必须透过它 帮你把那个整个范围的资料 放到那个Table array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如果你要加快那个整个流程的话 不然的话你说像刚刚这个 这个资料如果你要整个把它 从编号变成名称的话 假设你没有用刚刚的方法 我看这个实在是很麻烦 再来就是如果你每天都会有一样 要做的事情 你会更麻烦 每天累积下来 可能要浪费非常多时间 稍微试一下 我把那个刚刚这个 OK INDRATER 所以其实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